哈喽,大家好,我是投资君 本期君君教你如何用两个简单的原则 轻松调教你的401K 让你的退休账户快速起飞不用多久 几百万的账户就能唾手可得 选对基金其实没那么难 记住以下两个原则就够了 第一个原则 远离Target Fun 拒绝交质商税 401K为了防止大家存钱不投资 让资金涨草被通胀吃掉 会根据你的年龄自动购买Target Fun 比如Target Fun 2050 这类基金的运作逻辑 是根据你距离退休的时间 来调整股票和债券的比例 离退休越远 股票占比越高 但越接近退休 债券就占比越高 乍一看很合理 但实际上有两大弊端 一是过于保守 Target Fun总是包含一定比例的债券 而债券收益率较低 会拖累整体回报 以每股大盘S&P500为例 长期年均回报率在10%左右 债券占比越高 你的回报率就越低于大盘 401K作为一个退休账户 60岁前不能取 还有好几十年的增长期限 根本用不着那么保守 二来费用高的离谱 权威机构调查显示 Target Fun的平均年费高达0.52% 很难想象 这么傻的全自动基金 要收这么高的费用 一边收获着更低的回报 一边交高额管理费 我们图啥 所以啊 第一步就是避开Target Fun这个坑 那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 直接买S&P500就对了 你常听到美国大盘 今天涨了多少跌了多少 说的就是S&P500 正是由美国最大的 500家上市公司组成 上市公司千千万 能被选入S&P500的 都是美国严选的顶尖企业 能力不行的会被踢出去 能力好的会被加进来 总的来讲 它的长期年均回报率为10% 你的401K账户里 必然有S&P500字样的指数基金可选 记得挑选Expense Ratio 最低的 一般不会超过0.15% 个别甚至低至0.01% 可谓超级划算 不超所值 如果你想进一步提高收益 不妨再加一些科技股基金 选带有NASDAQ或Technology字样的基金即可 从历史数据看 科技股长期回报率高于大盘 但波动性也会更大 这点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选好基金以后 具体的配置方案也不难 全入S&P500最稳妥 如果想兼顾科技股的高增长 可以8成S&P500 2成科技 或者55分 都OK 总之选一个自己中意的配比 坚定持有 等着退休后数钱就行了 归根结底一句话 Less is more 普通人没必要整那些花里胡哨的 试图捕捉市场风向频繁换来换去 不懂market rotation和business cycle 钱只会越折腾越少 把钱放在靠谱的大盘指数上 让时间发挥复利的魔力 才是获得百万账户的捷径 听完科普 相信大家已经摩拳擦掌了 如果你打开401K后 还是搞不懂选哪个基金 也没关系 只要把你401K的基金截图发给军军 我们有专业的投资顾问免费帮你选 虽然是在为爱发电 但提供的帮助绝对实在 管用 如果你觉得军军的服务有价值 不妨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让他们也受益 尤其是在Netflix Meta Google Home Depot Costco等大公司上班的小伙伴 我们不仅能优化基金选择 还能传授更多401K的使用秘诀 比如 如何在未来取出401K时 合法地将应缴纳的普通收入税 降低为长期增值税 这可是能为你节省一大笔钱的高级操作 不论你就职与哪家公司 处于什么职级 只要你愿意迈出第一步 军军的团队都会助你一臂之力 还在等什么 未来的你 一定会感谢今天行动力超强的自己 关注军军 让你的资产无限变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